Hello 大家好 我都留意到很多女生剛剛學會化妝 其實都不太會畫眉 那妝要不就化得太實太粗太淺 不對稱 總之有問題多多了 其實我和眉天生日又縮又淺色 加上我今天專賓不修眉毛 和各位新手分享一下 可以說是零技巧可言的畫眉心就行了 今天就會用MJ的眉毛產品 可以說是便宜價又好用之選 看它這麼多零件散修修 好像很複雜 其實整件事是很簡單的 這個眉管設計真的很Flexible 你喜歡怎樣白達都可以 你可以配眉刷、眉粉、眉筆 還有兩邊的頭都可以選擇不同顏色的眉筆、眉粉 首先選擇更髮色的眉筆 這個眉筆是斜角面的 一畫就已經可以做到很自然的眉型了 通常我畫眉就在眉的後半部分開始 因為眉尾是應該深色的眉頭 記得畫的時候我們由眉尾開始 一筆一筆斜斜地地畫上去 去到眉頭我從眉底開始輕輕地掃 眉頭不用畫得那麼實色 否則就會不自然 不過幸好這支筆都適合新手用的 因為它不太實色 不用怕自己力度控制得不好 很容易就畫到一個自然的霧感 這支眉筆兩邊都可以自由配搭 你可以配眉橙用來疏鬆眉毛 但我這次就砌了眉粉 我選了給眉筆淺在這裡的眉粉 當我blend開眉的時候就會更加自然 在眉頭我們要小心處理 最好只在底部加深顏色 你見到眉頭是不滑的 我用眉粉這邊就擦一下擦一下 很自然地填補眉毛的空隙 修飾和定型整個眉妝 兩邊有多大分別 就算眉型不太出 真的很簡單 你看到我畫兩下又擦兩下 其實已經做到很自然的眉型了 而且它的方法也持久的 不會那麼容易掉色 大家看到了 有畫和沒有畫是非常大分別的 而且我也沒有騙你了 真的非常簡單 就已經可以畫出一條超自然 超霧感的眉毛了 完成整個眉妝 我都會用眉膠 眉膠是用來改變眉毛的顏色 如果眉毛很深色 就可以把它變淺了 順便疏順眉毛 和固定整個眉妝 Yeah 我想大概一分鐘已經完成整個眉妝了 有時眉毛就不用畫得太實 尤其是新手來說 不是很懂得裸型 但又想簡單填滿眉毛 令人看下去精神一點的話 這個真的很簡單 很容易用 再一次多謝MJ給機會 跟大家介紹他們這個眉毛的產品 最後提醒大家 我現在手上的眉管眉筆 而且是58元 限定版 賣光就沒有了 希望這條片幫了大家 記住畫美這條眉 多謝你們收看 我會很快見到你們了 Bye Bye